我叫Hermione 從事咖啡工作已有三年 我現在在咖啡會館工作 但當中有些時間都會在Café Essence 也會在館堂 最深刻印象就是 七、八年前的一杯Cappuccino 在我以前認識的Cappuccino 咖啡會比較粗糙 但當年的一杯咖啡 喝到它很順滑的泡沫和咖啡的香氣 是令我最深刻的 亦是對咖啡改觀的 在咖啡市方面 你有什麼理想和目標 理想和目標就是 因為我現在是烘焙咖啡豆 我希望做到我自己一些品牌 譬如適合沖Expresso Hand drip coffee 咖啡可以提供到市場 可以令到顧客買到我的咖啡 你認為你為什麼香港人 這麼喜歡喝咖啡 咖啡是一種生活 亦是一種文化 每個人都很需要這杯咖啡 而我自己在咖啡店當中 會看到一些人會為了一杯咖啡而走在一起 例如大家互不相識 你會看到他們會坐在一起 聊天說關於咖啡的事情 你個人而言 你最喜歡喝什麼類型的咖啡 我自己喜歡Hand drip coffee 因為除了喝咖啡 享受的咖啡 我自己很喜歡在家親手去沖煮咖啡 這是我自己很享受的 在整個紅級咖啡師比賽的過程中 你是最想多謝哪一個人 首先是多謝我的同事 因為沒有他們 我想我抽不到時間出來 去參加這次的比賽 而另一方面就是我老闆 他給了大量的支持 一些意見令我有進步 而最後一個就是我媽媽 很感謝他除了工作以外 他放假一定會陪我回公司去試咖啡 去練習 如果假如你真的贏了 作為香港咖啡的代表 你怎樣去宣揚香港咖啡文化呢 如果我贏了的話 我會去其他國家 去認識別人的文化 從而去作一個交流 去不同的地方 而將這一種的知識 各樣的東西 再帶回香港 作為一句分享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準備了我的 hand drip coffee 我現在開始磨我的咖啡豆 這個是手磨來的 我自己喜歡Hand drip coffee 因為很多時候 我自己在家 會自己玩控陪 當然放了一會兒的豆 我就會拿來沖 我之前是每天早上都會這樣做的 好了 現在就把我的咖啡粉 放入濾濾 咖啡很香的 當你磨完的時候 其實磨的時候 它所散發的香氣 是更加之好 現在等它吸收了沖了的水分 稍後我就會再加水 剛剛說過 我之前喜歡自己在家 烘焙咖啡豆 它所產生的 那個波波 我是很喜歡的 而且始終咖啡 新鮮去烘焙 即是新鮮去飲用 它所散發的味道 那個豐富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吸引我 所有的東西 自己一手一腳 下手下腳去做 由它一粒生豆 變成一粒熟豆 然後再變成咖啡粉 再去到現在可以大家喝的咖啡 這個過程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也很希望將這件事 和各位朋友 和客人分享 咖啡已經完成了 謝謝